雅丽是最近在一档综艺节目里面 就简直堪称是一栋的厨房 不仅会做饭 而且自带食材 而且都看她那个衣服了 带上其实还有个外套 后头就是一个锅 两把铲子 两把铲子 替谁背锅 神车神龟 然后自带各种食材 推着小车 就上桌子了 来送货 去送货 一个人可以做十几个人的菜 而且中餐 西餐 样样精通 本来别人只是请她 做一期的飞行嘉宾 做了一期飞行嘉宾说 你来当台长吧 是 整个台市时常的豆沙谷 整个台是你的 他现在就叫菜台 红菜台 又红 你现在做菜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我的特点是 我会根据我来家里的朋友 会高级定制一个菜品 比如说大张伟来了 就是来了你家 要来我家 要来我家 大张伟来了 你就走了吧 应该是台长了 我能去得了吗 会根据他的歌 然后根据他这个人的特点 然后定制一道菜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北漂嘛 我到了北京 其实还有很多我的朋友 也是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 是 所以我现在会做的菜呢 不只是湖南菜 因为我的朋友们各地都有 五湖四海 有非常心机的 有心机的规矩 心机 有规矩 就是因为我会准备一天 所以我会跟我的朋友说 那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 但是中午不能吃饭 中午不能吃饭 晚上我做什么 吃什么都香 都好吃 都好吃 腻死年兄弟吧 腻死年兄弟 然后我去逛赛事场的照片 都会拍给他们 大家都知道 我在用心准备这个晚餐 他们就真的不吃中饭 所以晚餐 而且照片都拍给别人看 别人就算不好吃 其实也不忍心说出口 我不是这样的 我可以直说的 我为我幸能去一趟吗 比如说我去了 你能够准备一个 大概什么样的菜呢 先把歌选出来 你就负责洗刷刷吧 因为洗碗 我最喜欢的人洗碗 这也是高级精致啊 也不错呀 等于我什么都不去 就喝点西北村 你就来洗碗吧 然后我就洗个碗 然后吃完以后唱一首 纸了 我们给我吐出来 那是酸水 涂肺涂酸是酸水 对